国师燕子修穿越到现代 还没反应过来 就收到总裁老公锦绍茨的离婚协议 只见面前的人开口就说 再纠缠下去只会对你不利 今天你把这份离婚协议签了 还可以拿到三干万的补偿费 你是个聪明人 知道该怎么选择 把话说完 就将桌上的文件推到对方面前 燕子修不解的翻动着离婚协议书 燕子修垂谋 看着协议上的内容 整个人看起来出奇的冷静 等燕子修将协议翻到最后一页 他就拾起修长的手指 拿起了一旁签字笔 在一方一栏 写下了燕子修三个大字 签完后 再用大拇指沾上红色的印尼 直接盖在了自己名字上面 干脆利索 锦绍茨看着他丝毫没有拖泥带水的动作 颇为意外的挑了下眉 正当他准备伸手拿回协议时 燕子修却忽然站起身道 稍等 还有这个果然 锦绍茨心中冷笑 他就知道这个坐经还有后招 燕子修掏出一纸修书 我与锦先生缘分已尽 望他日后珍重自身 再密良缘 说完他又道 至于那三千万的补偿费 我不会收 你也不必给 燕子修不知道这个朝代 为何男子可与男子成婚 但既然对方主动提出合理 他自然乐见其成 而锦绍茨更不知道 眼前的这个人虽然容貌分毫未变 但里面的魂魄 却已变成了国师燕子修 此时一旁的顾时义 看着燕子修 把手上的修书揉作一团 气愤到燕子修 你又在演什么戏 要不是你的算计 我哥怎么会和你结婚 够了 锦绍茨打住他 起身讽刺的开口道 这是你自己说的 以后可不要后悔 燕子修神色淡然的道 言出必行 万山无阻 两人转身就要离开 顾时义忍不住回头 不屑道记住你说过的话 我哥对你已经是人之意尽了 换做是我 你修想拿到一份 尽管他是这种态度 但在临走前燕子修还是开口道 顾先生这两日若是无事 还应早日回家 切勿在外徘徊不归 否则 五日之内 你必死无疑 顾时义听到这话你 我看你还是担心 你自己吧 又啪的一声 把柔成团的修书扔到地上 开车出了小区后 锦绍茨面无表情的 接过他手上的协议书 直接翻到了最后一页 没想到看过签名后 却发出一声冷笑 顾时义微微促起眉 哥 有什么问题吗 锦绍茨把离婚协议书递给他 这不是他的签名 他故意新练了一种字体 顾时义听了这话 简直对燕子修死缠烂打的程度 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这份毅力 要是拿去磨练演技 只不定在娱乐圈早就火了 顾时义虽然亚异 但锦绍茨 却丝毫没有感到意外 历经燕子修的种种心机 他早就在三年的婚姻中 领教了个彻彻底底 所以这个婚 他非离不可 解决好离婚这件事 燕子修开始摸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这个朝代有很多东西 他都从未见过 目前正在根据原生的记忆摸索熟悉中 还在摸索中用微波炉加热个饭 知道今天是两个人签订离婚协议的日子 所以尽管离峰智很不愿意 但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找燕子修 子修 进门后的离峰智先叫了一声 循着声音走到了餐厅 离峰智看到他这副样子 子修 燕子修戴着加热手套 十分震惊 你好 离经济 完了 这脑子是真拧着了 离峰智不自然的开口 听说你和锦先生离婚了 不用谢董让我来转告你 不用担心后续的资源问题 经纪公司的一人合约 可否解除 离峰智不可置信你 你要退圈 燕子修琢磨了一下退圈这个词 然后面色淡定的 嗯 乐一声 离峰智深吸了一口气 想先搪塞过去再说子修 不要冲动做决定 你现在身上有三个代言 加上后续工作 违约金要赔付五千八百万的数额 大刀燕子修难得的挣了一下 五千八百万 离峰智点了点头 燕子修昨天才学会在手机上 查询银行卡余额 想想远主那一千多的存款 想要解约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既然付不起违约的代价 那他还是要将原本的活计做下去 燕子修沉默了一会 我现在没钱 等我攒齐了 会赔给公司的 那在合约存续期间 你还是要配合公司安排 事已至此 他也没有别的选择 只好点头倒好 离峰智离开后 燕子修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 他来当务之急 是要赚取足够的银钱赎身 这样他才能潜心修炼 早日飞升成仙 既然如此 那他就要先去找一个 既有钱同时又麻烦缠身的人 三天后 燕子修正坐在沙发上潜心修炼 以盼早日积攒公德之力 匡匡匡的敲门声 惊醒了打坐的燕子修 打开门 映入眼帘的是 锦绍慈那张冷峻桀骜的脸 燕子修 燕子修一脸无辜 我也没做什么 锦绍慈 却觉得他在狡辩 便说起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和你离婚 知道 因为 你 不行燕子修真诚的回答 却气得锦绍慈火冒三丈燕 修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燕子修表示无语 难不成还有耳机 我说你不行 或者换个说法 你并非是正常人 人有三魂七魄 主七情六欲 你天生缺少主爱意和欲望的精魄 自然不会爱人 你也不必气恼 会出现这种情况 兴许是你祖上德行有亏 又或是有人用鞋 锦绍慈实在听不下去了 扣住他的肩膀 把他推到墙上 气得拳头砸在燕子修的头顶的墙面上 够了 见面不到三分钟 连我祖宗都一起骂 本事件长啊 看着面前的燕子修 一副与我无关的表情 锦绍慈不禁思考 以前他过于令人厌恶 我好像还从来没和他说过这么多的话 难道他是为了吸引我注意 故意这么神神叨叨的 突然 手机铃声响起 结果原来是顾时一生命垂危 请他赶紧去医院 挂过电话 又对着燕子修放下狠话这事 还没结束说罢 快步离开 吩咐属下 24小时监视燕子修 向他汇报 锦绍慈来到医院 听医生汇报着顾时 一在短时间内多脏气衰竭 却查不出具体的原因 手机响起 盯着燕子修的人发的消息 老板 燕子修在你走后不久就出门了 先是在小区里 骑了两个小时的自行车 然后拿着小铁铲去小区池塘挖了两堆泥 五分钟前爬树揪叶子 被保安抓住 现在正在接受罚款 我让你盯的是燕子修 不是谁家的熊孩子锦绍慈怒吼 老板 这确实是燕子修 我还拍了视频点开视频 就看见燕子修歪歪扭扭的骑自行车 拿着小铁铲 铲地 揪完树叶子后 穿保安服的大叔指着他 嚷嚷着让他交200元罚款 锦绍慈忍不住笑出声了 看着又蠢又笨 他到底是真傻还是装的 难道是离婚对他刺激太大 疯了 便吩咐属下把他带到医院 半个多小时后 右手提着一个灰扑扑的编织袋 左手拿着一个空旷全水平的燕子修 就这样出现在了锦绍慈面前 看着他这副样子 锦绍慈惊到了 居然觉得这样的燕子修有点可爱 嗨嗨 我有事问你 签协一那天 你是不是对顾十一说 他五日之后必死无疑 燕子修微微点头 正是 原因 燕子修神情没有半分变化 因为我能看见 这一瞬间 锦绍慈忽然觉得 燕子修整个人变得陌生起来 像是从来不认识一样 我看你是疯了 你能看见 锦绍慈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对方的精神状态绝对出了问题 你在这样挡着我 顾十一就真的要死了 锦绍慈的眼神瞬间变得凛冽起来 你说什么质问的话还没说完 顾十一的父母就横眉怒目的冲了过来 你就是燕子修 你对十一到底做了什么 面对众人这副气势汹汹的模样 燕子修依旧淡定如常 你们凭什么认定 是我做了什么 与其在这里纠缠不休 不如让我先救人再说 不行 顾十一的继母夏佩玲 第一个出声反对 老公 绝对不能让他靠近小义 你们要信不过我 就让锦先生跟我一起进去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投向锦绍慈 而锦绍慈 却看着燕子修 不知为何 他莫名觉得 这副模样的燕子修 不像是在胡闹 我只给你十五分钟 这个朝代的十五分钟 就是一刻钟 燕子修想了片刻 足够了 夏佩玲还想说什么 却被顾建峰打断了 好了 听少词的 等所有人都出去后 燕子修先关上了 病房里的百叶窗 然后拉窗帘 关门 关灯 然后撸起了袖子 走到病床旁 用两根手指 撑开顾十一的眼皮 看了看 寻常人看顾十一此时的瞳孔 是涣散无光的 而落在燕子修的开的天眼中 对方的黑眼人 却缩成了一个诡异的红点 他双眸迅速的瞇了一下 然后一把扯开了 顾十一上身的病号符 就在他要动手脱裤子时 景少词 却用力的抓住了他的手腕 你等会 还没等他开口 燕子修就直接正开 然后微醋着没道 景先生 请你自重 景少词被一口气 直接顶到嗓子眼 半天说不出话来 燕子修也不管他 自顾自的将两大坨持底泥 从塑料袋中取出 然后放进了一个铜盆里 吃过叫花鸡吗 他将盆子递给景少词 然后看向顾十一道 就把他当机那样 全身抹上泥 景少词不接也不说话 只是用冰冷的目光看着他 景先生 你现在浪费的时间 都是顾十一的生机 你要是愿意眼睁睁的看着他死 我没什么意见 说完 景少词憋屈的照着燕子修说的 认真的抹了起来 一旁的燕子修 用右手两指沾上花开的朱砂 在地上比走龙蛇的 画了一个图案 此时顾十一全身 已经涂满了黄泥 十分均匀 燕子修看了景少词一眼 没想到这人 还挺有做厨子的天赋的 想到叫花鸡 馋得流起了口水算了 先干正事 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让景少词站在生门位 然后双手竖起剑指 左手两指大于右臂中间 右手剑指上挑 择风大过 起话音刚落 封闭的病房内 竟诡异的扬起一道清风 紧接着 并床上的顾十一就直接挣扎了起来 景少词亲眼看着顾十一身上的风靡 油黄变黑 就像是把什么东西 从体内吸出来了一样 在完全黑透后 燕子修在一旁拿起带来的矿泉水瓶 然后放到顾十一胸口捏紧一吸 一个黑色的雾球 就直接吸进了瓶内 这是什么东西 燕子修拿着盖好的瓶子 走到他的面前 晃了晃道 邪碎 瓶身靠近景少词时 里面的雾球明显色缩了一下 就像是被垫着了一样 燕子修放下手 主动解释道 您命格特殊 所以这种脏东西都会判 锦绍瓷正要问如何特殊 床上的顾十一忽然哼了一声 你给他擦一下 不然尼呼着眼睛睁不开 锦绍瓷发现燕子修现在使唤自己 简直是越来越顺嘴 用湿毛巾擦掉脸上的泥后 顾十一这才缓缓睁开了眼睛 再看到燕子修 他愣了许久你 你怎么 燕子修抬眸 看向锦绍瓷 示意让他给顾十一解释 他来救你的命 燕子修将病房门打开后 第一时间冲了进来 没过一会儿 锦绍瓷也走了出来 此时的燕子修正在手机屏幕上戳着什么 他走近一看 发现对方正在用计算器 再算什么 燕子修抬头再算这次除 他想了想 换了一个词再算服务费 哦 有这么开心吗 锦绍瓷盯着他 说到这里 燕子修忽然想起了正事 有钱有的还短命 这种人最适合在他这里超度了 锦先生 你要不要在我这里预定超度反噬 锦绍瓷危证了 超度 我 燕子修点了点头 格外真诚的 嗯 只要你提前交钱 等你死了之后 我每年都会亲手折金元宝给你 师父说过 对待身家丰厚的客观 要多许一些好处 燕子修努力想了想 还有你过奈何桥的时候 我会贿赂鬼差 让他在你的梦婆汤里 多加一勺糖 第一次 他以为燕子修是故意说气话 第二次 他也可以当做对方 是想吸引他注意力 但经过这次的时候 锦绍瓷终于意识到 燕子修说的都是认真的 他眼神中充斥着森冷 你就这么盼着我死 人故有一死 燕子修回答得十分坦然 阎王要你三更死 我倒是可以尽量帮你拖到五更 在这一瞬间 锦绍瓷忽然发现 他好像从未了解过眼前这个人 比如 他是什么时候学的选法倒数 还有为什么说话这么阅人 如果燕子修私底下从来都是这样 那锦绍瓷只能说他以前伪装的太好 连他也被骗了过去 锦绍瓷忽然鬼使神差的说 我带你去吃饭 不必了 燕子修果断拒绝 短寿之人不易过多接触 会对己身气韵不利 锦绍瓷默默深吸了一口气 咬着牙 我想多了解一下超度业务 燕子修立刻双眸放光 那我们就去吃叫花鸡 两人从医院停车场上车时 锦绍瓷跟他一起坐到了后座 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朝目的地行驶的过程中 燕子修一直望着车窗外 这铁壳子比他想象的要更舒服 既不颠簸 还十分凉快 难怪这个朝代的人有了银子都会买 不过几分钟后 燕子修就不舒服了 他头晕目眩 胃里也有些难受 他眉心微醋 想了一会后 严肃地朝锦绍瓷伸手道 解药拿出来 锦绍瓷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完全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没想到你命格贵重 竟也会是这种下座手段 你不行 你命短 你下座 锦绍瓷有理由怀疑 燕子修一天不变着法子的骂 就会嘴痒 停下 司机听到这声威吓 下意识就踩了刹车 车身一个猛停后 燕子修感觉毒性愈发肺扬 他看向锦绍瓷的目光 第一次戴上了几分薄怒 放我下去 锦绍瓷清冷的目光打量着他 见他像是在隐忍什么的样子 你不舒服 你明知故问 此时 司机转过头来小声问 燕先生 您是不是晕车了 十几分钟后 两人坐在了一间餐馆的包厢里 燕子修耳尖微红 视线一直看着自己面前的茶杯 锦绍瓷沉默不语 只是偶尔会用余光瞥他一眼 方才的事 是我误会你了 抱歉 锦绍瓷过了几秒 才低沉的恩了一声 没过一会 服务员就将叫花鸡 和其他菜端了上来 他一向知道 燕子修贪恋锦家的才是背景 但却没料到 他竟会因离婚一事 导致精神方面多出了问题 燕子修现在疯到这种程度 他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燕子修刻意将鸡腿挑出来 留给了锦绍瓷 用来表达歉意 看着他乖巧可爱的样子 夹住递过来的鸡腿 锦绍瓷也不忍心再怪他了 一只鸡 三道菜 锦绍瓷尝了几口 就放下了筷子 燕子修见状 你这就不吃了 一周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 不可浪费饭食 锦绍瓷看了他一眼 面无表情地拿起了筷子 好不容易把所有东西吃完 再次上车时 锦绍瓷让司机 将燕子修边的车窗打开 在车上 燕子修提醒 有人要顾十亿的命 是谁 燕子修回 今日谁的情绪最浮于表面 便是谁 锦绍瓷沉默回忆了一回 知道了 穿越到现在的燕子修 正看着他面前苦口婆心的离风志 这次拍摄MV你一定要上心 虽然戏份不多 你也要认真看看剧本 燕子修这段时间 已经对演员这个职业了解了七八分 尽管如此 他依旧还是感觉到棘手 明天早上七点我来接你 今晚你别吃东西 不然拍摄的时候会腐肿 燕子修微微汗手 表示自己听到了 离风志离开后 燕子修没过一会 就拿出一道符纸终于走了 演戏 只能靠这个了到了玄关处 他右手两指夹住符纸 左手掐绝 太上射令 阴阳之间千里魂灵志 话音刚落 客厅的大灯忽然闪了一下 窗帘也被吹了起来 片刻后 燕子修垂眸看着眼前的众人 你等生前 可有谁是演员 十几道虚影你看我 我看你 然后纷纷摇头 燕子修沉默了一会 正准备挥退重轨 忽然有一人举手 大人 如果是个女人言感情戏 我也许可以 燕子修开口询问 你生前所从何职 我是Rancho会所最顶级的男公关 燕子修虽然听不懂 但感觉他挺厉害好 救你了第二天一大早 离风志就来接燕子修 开口问道 剧本看得怎么样了 台词有没有背熟 此时 燕子修唇角缓缓勾起一抹弧度 姐姐的小狼狗 放心 我最会演了 到了拍摄现场 中午到了片场嘴甜一些 给导演他们留个好印象 离风志说完这句话 又担心他用力过猛 赶紧道 你也不要太殷勤 过头了反而不好 身为男公关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是必备技能 更别提他曾经是顶级头牌 自然是手道青睐 离哥你放心 我有数的 到了地方后 离风志就带着燕子修 去了祭天后的休息室 姐姐你好 我是燕子修 燕子修礼貌的打了个招呼 脸上挂着浅笑 季可灵点了下头 有些冷淡 你好 对于燕子修这个人选 其实季可灵是不满意的 离风志在圈子里这么多年 自然明白 季可灵这态度是什么意思 于是也不敢让燕子修多留 寒暄到可灵姐 我先让子修去做装造 离哥 你们先去化妆室 我去趟洗手间 去吧去吧 早点回来啊 到了洗手间后 燕子修先在每个隔间看了一眼 确定没人后 才走到了洗手台的镜子前 大人 您放心 他收起脸上的笑意 此时的女主却倍感担忧 虽说燕子修长得不错 但演技和名声 真的是达不到自己期待之 忽然远处传来一句抱歉 让大家久等 原来是子修身穿赛车服 出现在他们眼前 我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拍摄吧 这身打扮连导演看着都心跳加速 女主看了都想嫁给他 随着导演喊了句开始拍摄 女主才反应过来 而第一场就是狼狗与人的故事 而子修扮演的便是小狼狗 看着女主和他人说话 他就得演出极为险恶的神情 女主开口道你怎么来了呀 快来擦擦汗吧小狼狗 子修说人家不要了 我要姐姐擦 随后便帮他擦拭汗珠 眼神却是一脸深情 这让女主心跳加速 都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演戏 随着导演喊咖 女主才反应过来 导演夸赞他演技太好了 直接开始下一条 下一场就是女主抱着狼狗哭起 而他却细眼成为备胎 女主哭喊道我这么喜欢他 为什么不看我一眼 你只要看了一眼我就嫁给你 狼狗便看了他一眼说 我一直都在看着你啊臭宝 随着导演喊咖又结束了一段 下一段就是小狼狗 从被胎沦为正主的故事 女主一脸悲伤地说 这个围巾尺码和自己不大了 小狼狗说那我下次注意点 女主连忙拒绝他 你还小 狼狗表示自己可不小 明年我就22岁了 女主再次悲伤 我22岁的时候 还在看青年大学习呢 完全没有自己的方向 小狼狗说自己就不一样了 我21岁的时候就已经爱上你 这让女主的心扑通扑通的甜 就连导演都喜出望外 明明这时候他没有台词的 但是好让我心动哦 导演随即就喊咖 今天圆满结束 子修也终于回到了本体 还向可达鸭说了句谢谢 可达鸭嘿嘿一笑 下次还有这样的好事还可以叫我 忽然远处传来呼喊声 原来是前夫特地过来找他 子修不耐烦地说了句有事吗 前夫二话没说就让他上车 为了不浪费饭菜 国师大人狗狗碎碎地 将吊在桌子上的竹笋 加给前夫 结果却被当场抓包 那什么 我见你这两日好像瘦了 就给你加点菜 爸总眉头一鸣 这家伙不会还对我余情未了吧 燕子修 爸总忽然出声让燕子修的手一抖 可怜的竹笋还是掉回了桌上 你签离婚协议的时候 为什么要故意换字体 国师大人很纠结 你好 和你结婚的那位已经嘎了 我是新来的 这样说一定会被他关到精神病院吧 我知道你不想离 我想离 国师大人不待丝毫犹豫 不然也不会给你写修书了 一想到那封修书 锦绍词的嘴角就忍不住抽搐 燕子修却毫无察觉 我同你夫妻一场 所以也望你能再密良人 爸总疼得起身 虽然他们从没婚姻事实 但这家伙好像把他当成被压的那个了 看他火冒三丈地突突出门 燕子修不明所以 他怎么这么爱生气 但是玩归玩闹归闹 饭菜可不能浪费掉 一顿酒足饭饱后 燕子修拿着账单懊恼不已 不该这么冲动把冤大头气跑了 痛失小金库的燕子修 主动给助理打了个电话 问他最近有没有捞钱的活可以干 结果却得知对方的修狗黑黑丢了 燕子修让他把地址发过来 再顺便拿上两样他最近用过的东西 燕子修凌空画了符咒 然后根据符咒的执意 边端着狗粮边呼唤黑黑的名字 这边爸总回家冲了个早后 才让自己冷静下来 确实不应该跟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 计较这么多 忽然手机提示音响起 监视燕子修的人说他好像不太对劲 随后又发了个现场实拍视频 锦绍词随手点开 视频里的燕子修边端着狗粮 边一边边地发出黑黑的傻笑 爸总惊了 我的前夫好像真的不正常了 这边黑黑了半天的燕子修 终于找到黑黑本黑 忽然身后有人唤了他一声 燕子修回头看着爸总 刚想说话却被他一把扯住胳膊 跟我去医院 国师大人一连猛 这人在这说什么屁话 爸总面色明重 我知道离婚的是让你受了很大的打击 不过我已经联系了最好的精神科医生 只要你配合治疗一定会恢复正常 你认为我患了风症 不 爸总纠正 你得的是精神病 燕子修呱吉一下扯开自己的手 爸总还在切而不舍地劝他莫要会及及 燕子修到起黑黑淀了淀粉量 接着直接将狗轮到爸总身上 以TM才精神病 作为第一个被狗砸的爸总 锦绍词对着前夫就是暴躁的无能狂怒 听着二人激情对骂 修狗黑黑站在中间时不时嗷乌一嗓子用来烘托氛围 结果可怜的黑黑不仅被丢还要被凶 直到听到离风症呼喊 黑黑委屈地投向老母亲的怀抱 锦绍词这才反应过来 所以他不是患了精神病 而是在找狗 离风症朝燕子修到歇 又瞥了眼一直盯着燕子修的锦绍词 那个 你们不如去我家做做 燕子修气鼓鼓地回举 毕竟被无缘无故造谣得了精神病谁都会不开心 结果锦绍词也亦不亦去地跟了上来 离婚前相处得像个陌生人 离婚后倒是隔三差五就见个面 离风症暗到他们不会要复婚了吧 国师大人本不想理他 喜料这人竟死死拿捏他的命门 看来你不想要上次的服务费了 想起自己所剩不多的门 燕子修在有骨气地离开和跟上去要钱之间 果断选择后者 锦绍词看着身后恨不能冲上来啃自己两口的钱赋 边往车的方向走边哼着小曲 经过一分钟的心理建设 燕子修敲了敲车窗 子知不知道欠我们这种人的钱其实很危险 所以 所以赶快开门 不然我怎么上车 不多时便到了顾十亿的家 一进来燕子修就察觉这屋子的温度稍微有点高 事情彻底解决之后我付你三倍服务费 眼看燕子修转头就要走 十倍 国师大人能居能深 眼貌惺惺地表示咱现在就可以开始 对着房子一通搜刮后 燕子修表示也没什么大问题 若没有门前那棵枯树 你轻则日日深虚体罚 重则牢狱之灾而已 若我料想不错 你最近是否对男女之事如鸡似渴 文言锦绍次瞄了眼表定 你羡慕他如鸡似渴 也是 你此生也不会与人有床子之欢 自然不懂其意 难道你想寄我碰你 国师大人冷尸 就你也配得到我的原样 爸总被气到扭曲变形 这人离婚后不仅神经不正常 还越来越猖狂 他逐渐靠近燕子修一字一顿道 别忘了你在离婚协议上的签名是假的 所以现在我们还是合法夫妇 国师燕子修穿越现代 一来就收到爸总的离婚协议 国师大人大手一挥 小伙子我看你也是个有缘之人 下次结婚可以找我算个皇到吉日 第二婚 半假 鉴于这几天的相处 景绍慈已经对这人的怪异举动见怪不惯了 那是不是我还要给你发情帖啊 那倒不必了 收了席帖还要随份子 你我情义不至如此 景绍慈又将他给表弟驱邪的费用转过去 一看手机到账一百万 燕子修抱着手机瞪大双眼 师傅说过对待有钱又大方的侍主 说话得像冰糖争荔枝 吼甜吼甜的才行 看着笑得一脸灿烂的燕子修 景绍慈害羞的撇过头 区区一百万就能让他这么开心吗 收了巨款的国师大人很激动 师傅我这次赚到了好多影子 身体忽然一正 可是 再也没人喊我乖托儿了 旁边的店主热情招呼 要不要进来看看 厮所办上 他问店里有没有燕花糖 他想要食一个 出了店铺燕子修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来到一个公园坐下 看着手中的十一颗燕花糖 他边拨弄边喃喃自语 师傅这是你的 这个是师伯的 还有大师兄 似乎数得太入迷 就连雨水在不断滴落也没有注意到 他捡起一颗燕花糖 知道他喜欢甜食 之前师傅总喜欢叮嘱他不能贪食 雨水似乎渗进了眼角 顺着脸颊不断滑落 不知不觉 竟将一袋子的燕花糖全部吃完了 他终于控制不住大哭了起来 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滴雨 没了 全都没有了呀 师傅 你再捡我回去好不好 雨水打湿了他的衣服 他像一个找不着家的孩子一样 等待着师傅 直到一双黑皮鞋映入眼眠 散挡住了不住落下的雨水 燕子修错愕地抬头 没想到来人竟是锦绍词 锦绍词递上一块手帕 既然这么伤心 为什么还要同意离婚 看前夫哭得眼泪哗哗 霸总递过来一块手帕 燕子修刚要接下 就被霸总拽着往怀里拉 国师大人有点小尴尬 那个 我能用他来擦擦鼻涕吗 锦绍词额脚轻轻跳起 咬牙切齿到你擦吧 礼貌造谢后燕子修对着手帕一通输出 看他实在惨兮兮 锦绍词准备将他带到酒店休息休息 买好衣服又贴心地将空调温度调高 转头让年了八级的燕子修快去洗澡 燕子修听话的巴搭巴搭朝浴室走去 只是衣服脱光光后 国师大人陷入了苦恼 现代人类洗澡的东西也推复杂了点 这和家里的完全不一样而为 东戳戳戏碰碰 一股凉水浇得他透心凉 那个锦先生 劳烦你过来片刻 锦绍词觉得他现在说话一股老绝疚样 什么事 浴室的水有点凉 那就调热 可是我不会 霸总冷笑一声 燕子修你现在的方法 真是越来越拙劣了 还以为他有所改变 没想到还是本性难移 于是燕子修被迫淋了的冷水走 二十分钟后 他哆哆嗦嗦地裹着玉跑出来 锦绍词直接将一件衣服扔给他 道了句多谢 然后一看价格三万六 吓得燕子修扑击一下扔老远 我等我自己的衣服晾干即可 想起前夫之前的抠嗖样 我记得我早上才给你转了二百万 燕子修一正言辞 可是那是我除碎的钱 怎可随意挥火 这时经纪人黎峰志打来电话 燕子修一脸蠢萌 黎先生你好 我现在不在家 我和景先生在酒店 我刚刚洗完澡 电话那头的黎峰志被吓得大喊一句打扰了 然后果断挂了电话 霸总有火无处法 因为当事人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信息量有多大 无奈地服了服了 然后转身不带丝毫留恋就走 燕子修深深叹了口气 算了原谅他吧 谁让他 命的 不行 但有钱呢 之前燕子修靠南宫关阿飘的演技赢得了业界的赞赏 黎峰志问他有没有拍戏的想法 燕子修只能说再考虑考虑 毕竟还没找到会演其他戏的阿飘 一天折腾下来 燕子修累得精疲力竭 深呼吸一口气 正准备炫三碗大米饭犒劳一下自己 前夫哥又打来了电话 霸总的脑回路有点亲戚 短时间内燕子修真不想与他在接触 我父母明天回国 啊 那恭喜你 看他听不懂人话 锦绍慈直接明了道 明早十点 我的司机会去监狱 大总刚离婚两天 就被前夫亲切地称作拔丝地瓜 大总呆了 当事人却一脸小羞涩 难道是自己叫的还不够甜吗 原来几小时前 锦绍慈带着燕子修回到老宅 锦绍慈的妈妈一高兴 决定给几位下厨露一手 锦家父子吓得冷汗层层往下掉 燕子修不解 不就是下的厨 他们为何会是如此反应 锦绍慈瞄了眼旁边的燕子修 对了 你去帮下忙 燕子修压下心底的不满 默念给钱的是老板 结果刚到厨房 就看到了正往菜里 不要命搬家严的婆婆 想起他那句儿子 最爱吃我做的菜了 燕子修大惊 难道锦绍慈 已经被读得失去味觉了吗 赶忙上前想 接过前婆婆的锅 锦母忽然想起什么 立马抛弃烧得正旺的炒锅 修修 我给你们买了两套睡衣 记得待会换上 说着静直接丢下锅去拿睡衣 燕子修被迫收拾这堆烂摊子 切菜红烧一气呵成 刚将最后的葱花撒上 锦母忽然在屋外叫了声她的名字 看看喜不喜欢 这可是我特意为你们挑选的 燕子修偷偷瞄了眼锦绍慈 在看到锦绍慈点头后 才敢肌肉打开 一蓝一粉的衣服上 都印上了小红图案 燕子修置物着刚要开口 锦绍慈慈却警告般搭上她的肩膀 妈 我们很喜欢 现在就去试试 修修脑袋当机 锦绍慈这什么迷之神美 竟然喜欢这种土掉渣的品味 吃完晚饭我就走 五十万包括吃饭和硫素 那我钱不要了 锦绍慈淡定地扯了扯一领 那如果我说我想预定超度法师呢 五分钟后 锦妈一脸兴奋 赶忙追问衣服还合身吗 终于到了吃饭的环节 锦家父子小心翼翼地尝了口菜 没想到今天竟然有道菜能吃 很快一盘鸡翅只剩最后一块 电光火石之间 锦母忽然出生 没想到小慈很喜欢修修做的菜 这里还有蜜瓜 你赶快喂一块给修修尝尝 锦绍慈用力扣住前夫的肩膀 眼神威胁不吃就不给钱 燕子修眼神决绝地一口吞下 这人修想扣他的工资 胆战心惊的炫饭环节终于结束 锦母拉着燕子修谈心 一听到他们之间还互称性命 锦母一副过来人的经验指导 男人都希望另一半能撒个娇服个软 你要是又甜又软的叫他 他一定很开心 燕子修心里略微私存了下又甜又软 锦母连忙拉着他就要去打呀 老公 你和小慈聊完了吗 不带锦夫回答 锦母便一脸期待地望向燕子修 燕子修熊啾啾气昂昂迈向锦绍慈 在众人惊恶的眼神中大喊 拔丝地瓜 困了就和我回房休息 澳美博士穿越现代 一来就叫爸总前夫拔丝地瓜 锦绍慈被吓得说不出话 难道这后的病又复发了 燕子修一脸疑惑 婆婆明明说只要又甜又软地叫他 他就一定会开心的呀 是自己叫得不够软 还是地瓜不够甜啊 小慈啊 时间不早了 你要不和修修先回去休息吧 目送两位好大人离开的背影 老人家不解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叫的吗 回到卧室锦绍慈目露凶光 那个 其实是你妈妈让我叫的 我妈让你叫我拔丝地瓜 燕子修心虚 那倒也没有这样说 若不是你出钱让我过来 我也不会出现在这 锦绍慈一回头 就看前夫乖巧地拿出枕头和被子 冷哼一声 你倒是自觉 活师大人指了指沙发 被子我帮你铺好了不用谢 你知不知道这是我家 所以你要里让外客呀 霸总简直被噎得说不出话 夜里 燕子修忽然睁开双眼 今日是十五月圆之夜 必须汲取月华之金才可增进修为 他起身打坐 月华之金瞬间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却在他的面前堪堪停住 不待他反应是怎么回事 月华之金开始蜂拥着往锦绍慈那边远去 他赶忙下去查看 锦绍慈明明是个凡人 为何能将月华之金吸收进去 燕子修对着身体一阵摸索 忍无可忍的锦绍慈终于忍不住攥住他的手腕 你果然还是和以前一样无耻 你吞了我的月华之金还要骂我 爸总呆了 你说什么惊 他慌忙侧身对着掌心哈了哈气 还好除了刷牙留下的薄荷味 没有其他什么怪味 你到底为我吃了什么东西 燕子修捏了巴基的笛符 月华之金每月就那么一点 遇到雨雪或不是满月 更是一点都没有 这么好的东西我怎么不为你 明明是你抢抢过去的 下次找个好点的借口 刚刚我明明在睡觉 怎么能抢你的东西呢 背对的国师大人很暴躁 对着前夫的小腹趴击就是一拳 然后气鼓鼓地转身离开 锦绍慈觉得看来是没法和这人和平相处 你现在就给我走 燕子修一听乐了 多谢款待 告辞 爸总颤颤巍巍地挪到床边 刚到手机铃声忽然响起 你家门锁了 快来给我开门 国师大人穿越现代 一来就和爸总前夫干假 完事后还被半夜赶出家 爸总本想冷静一下 没想到刚离家出走的前夫又打来一通电话 你家门锁了 快来帮我一下 锦绍慈心情很差 但还是乖乖跑到门口找他 燕子修低了一个眼神 你还愣着干嘛 锦绍慈这辈子都没这么憋屈 谁家好人吵完架还要帮前夫开门的呀 门一开 燕子修就开心地往外搭搭 锦绍慈忽然出声 先前超度的事就当我没说过 反正我看你也 话音未落 燕子修气地直接一脚踹到门上 难怪师父说你们这些无良相生就是鸡蛋炒鸭蛋 简直是混蛋 锦绍慈还未搭话 警告气就惊动了爸妈 接着两人被迫坐在沙发上接受盘问 锦母一脸慈爱 修修 是不是小慈惹你不高兴了呀 燕子修气叹了口气 承认是自己不对 锦绍慈指高气扬 你也知道是你错呀 他不仁别怪我不议 燕子修张口大喊 妈 拔丝地瓜吞了我了 想到他接下来要说的那个字 锦绍慈慌忙起身要带他回屋 锦妇一脸严肃地让他把话接着说完 其实他吞了我的乐话之惊 你撒谎 我醒的时候明明是你在我身上 老父亲欲言又止 子修 你还让他给你留啊 此物对我至关重要 为何不留 锦绍慈感觉他这张嘴简直是越描越黑 老父亲一脸凝重地喊锦绍慈去一趟书房 锦母沉默半赏后开口 修修 这事是小词不对 你别生气 无妨 晚些我再拿回来便是 锦母笑得一脸慈爱 看来小夫妇这段时间感情增进了不少 燕子修却忽然察觉不对 锦绍慈命短 锦母面向理应出现大姐之相 可她双耳圆润下额饱满 这代表一生顺遂贵不可言啊 修修 妈妈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 并无 妈我给您编个戏法可好 她让锦母闭上双眼 她得用天眼茶看一下 书房内 老父亲带着好大儿谈心 锦父也听说了燕子修做法救了顾十一 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锦绍慈也一无所知 只说还在调查 对了她同意离婚了吗 已经签了离婚协议 那就好 这事先别让你妈知道 两人商量完下楼 就看燕子修正用一个指人斗锦母开心 她立马夺过指人 表情名重的责问她在干什么 翻阅现代后 国师本想施法斗婆婆开心 却被公公误以为不怀好意 拉着自家媳妇就要进屋休息 看前夫的眼神略带怀疑 燕子修蹭的一下站起 我今晚就走不会打扰你休息 临走前看了眼墙角的六月雪 建议你把她挪到卧房通风出去 锦绍慈嘴比脑子先一步答应 毕竟之前见过她的真实本领 看她独自离开的背影 霸总忽然良心发现要送她回去 第二日清晨 正在炫饭的锦绍慈 收到一个名叫AA专业保镖小王的短信 小王汇报燕子修一大早就去了浮渝山 下面还附赠了几张她高清五马的美照 锦绍慈不解她去山上干嘛 过了五分钟 小王又发来一堆燕子修 对着树仔细研究的照片 不知道还以为她要和树相亲呢 视频里只见燕子修掏出一个祖传小产 然后从树根下挖出一块黑不溜秋的石头 静夜小王持续报道 锦先生先去玉石店找人打磨 然后还买了一串松香手串 PS 他从500块砍到了230 锦绍慈慈不知道她又在搞什么幺蛾子 忽然手机铃声响起 燕子修对她说会在办公室等她 一到办公室燕子修就推过来一个小盒子 还说要送给她的妈妈 锦绍慈打开一看 这不就是她挖石头砍架来的廉价手链吗 你让我妈带这种东西 燕子修脸色难看 接着开始浑身发抖 锦绍慈慈察觉她好像不太疏 燕子修忍着不是解释 我送你这串手链并无太意 燕子修 如果有一天我没了家产和地位 你还会这样献殷勤吗 不可能 爸总正欲感动 就见燕子修摆了白手 不会有这样双喜临门的事发生 锦绍慈看着那张单纯又无害的脸 曾经自己也把她当作弟弟一样保护 可她却为了嫁入锦家不惜利用自己的母亲 这是她和父亲永远无法原谅的 乃至燕子修起身告诉她 这是帮助她母亲保母子平安的 丝毫不知即将有个弟弟的锦绍慈一脸呆致 回到锦家别墅 父亲正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母亲 她没想到燕子修说的竟然都是真的 她递了个怀疑的眼神 锦绍慈点头示意没问题 这是小修从佛寺求来的 除了洗澡以外您就别摘下来了 锦母也是忙不迭地答应 这日锦绍慈在天下水汇报工作情况 手机突然又开始叮铃哐当 小王先是汇报燕子修去了墓里 接着霹雳啪啦发来了一大堆信息 因为燕子修竟然和一个陌生男人抱了起来 玲玲昨晚还对自己欲行不轨的前夫 转头就去找了个新欢 霸总气的卧警想全权 到底什么人能让他对自己说断就断 本想去质问一番 却听到前夫竟要与那人同居一趟 原来一天前 燕子修消耗全部修为为锦母制作了一个手串 这样便能把他腹中开而周全 经过一夜的调息 燕子修刚睁开眼 就听见旁边的阿飘静七出声 大人您之前应允过我 让我再见一次想见之人 燕子修文言带他来到酒精墓园 静七的墓前正站着一个男子 感受到那个男人身上 与静七有着明显的姻缘线 燕子修好奇地问他们是什么关系 静七支支吾吾只说是朋友罢了 似是不幸 他向前一步查看 立背人竟写着丈夫顾知川 见此静七也愣了 燕子修将花放到墓碑前 顾知川问他是谁 我是静七的高中同学 过来看看他 男人泰然自若地介绍自己是静七的丈夫 可我以前没听过静七结婚了呀 顾知川淡淡一笑 娶她是我自己一意孤行 悬浮在半空中的静七忍不住朝男人大喊 我已经死了 你不要自己的生活了吗 燕子修用自己的口吻替静七问他 可他已经死了 男人似乎毫不在意 我知道 可是我爱他 如果他还活着我或许还没有这个机会 看了眼空中的静七还在待遇落泪 燕子修忽然出声问他们还想不想再见一次 接着掏出一个小瓷瓶 让他将里面的露水抹到眼皮上 顾知川没有丝毫犹豫 静七紧张地想阻止他 不想为时已晚 顾知川一睁开眼就看到了浮在半空中的他 即使不能触碰到爱人的身体 顾知川还是满足地落下了泪水 不但二人反应 燕子修巴唧一下就将静七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 这样他们就可以互相触碰到对方了 顾知川激动地将静七搂入怀里 而隐匿在小树林的某人 将这一画面瞬间传到了锦绍慈的手机上 锦绍慈攥着手机气得牙痒痒 他那么痛快和我离婚就是为了这个男人 自己倒要去看看什么人竟有这么大魅力 一朝博师却嫁个刻薄计较的短命小苦瓜 苦瓜不仅爱找茶 还时不时过来聊个假 当燕子修一开门又看到这个小苦瓜 觉得他一定是想过来打架 锦绍慈一看燕子修这嫌弃的样 嘲讽难道是我打搅你的好事了 不带燕子修反应 锦绍慈赶紧将头往屋子里伸 那个男人不仅身穿家居服 还熟练地将这里当做自己的家 他们两人绝对不单纯 燕子修朝顾知川解释这人是自己的神经病前夫 锦绍慈慈顺着他的话加重了前夫二子 结果打眼一瞅 好妈这戒指都套上了 自己倒要看看他们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爸总提笑肉不笑 表面客气地和顾知川客套 背地里将人家的手断地喀巴下 坐在三个半人的诡异餐桌上 燕子修问他找自己干嘛 锦绍慈没话找话 你送的那个手穿妈妈很喜欢 国师大人无力望天 这不是打个电话说一句的事吗 这边锦绍慈还在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顾知川 这人也是奇怪 总是对旁边的空气一副寒情默默的表情 爸总觉得一定是因为自己在这 所以他才收两个点 无形的大尾巴摇了摇 暗存算他有自知之明 一顿饭炫完 燕子修开始赶人 我走了你们要干嘛 睡觉啊 燕子修说得里也直气也壮 爸总气得小胳膊一怀 我们上周才离婚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燕子修一脸呆萌的觉得这好像挺合适的 旁边的顾知川刚想开头解释 两人就撸起袖子干起了架 爸总这边距离力争 明明你都有了新欢 昨晚还摸我干嘛 那件事明明是我吃了亏好吧 吃亏 脱我睡衣也是你吃亏 燕子修咬牙切齿 你不是又香又软的拔丝地瓜 根本就是一根尖酸刻薄的小苦瓜 难怪你盼着我命短 这样你就能和你的新欢双速双飞了是不是 固执穿一个尔康手 手上的24K纯爱情戒指 简直闪下了锦绍慈的眼 锦先生您误会了 我其实三年前就结婚了 锦绍慈更怒了 你已婚还出轨我前妻 这时门铃响起 黎峰志本想通知燕子修说 有导演让他去试镜 结果却看到一幅剑拔弩张的画面 难道这就是人间修罗场吗 刚抬手打招呼 锦绍慈就气得碰一下将门关上 顾之川也转身回到房间 黎峰志小心翼翼地问那先生是谁 是我朋友的丈夫 临时住在这而已 黎峰志松了口气 因为这次的资源还是锦绍慈为他安排的 燕子修一听就要霸演 因为自己不想欠他什么 松香手串只是出于失讯 如果拿了他这份好处就成了交易 黎峰志小脸一垮 然后抱着燕子修的大腿嗷嗷大哭 子修啊 因为你一直没有新工作 我被领导骂了好几次 再说你不去 锦总也会给你安排其他角色的呀